好,刚才112年的第四题呢,讲的是方根的化解 那老师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比如说呢,根号2的二次方,那这就是2 根号3的二次方,那这就是3 根号5的二次方,那这就是5 那根号7的二次方,那这就是7 所以呢,这个呢,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根号里面两个2呢,拿出去就会变一个2 根号里面两个3,拿出去就变一个3 根号里面两个5,拿出去就会变一个5 根号里面两个7,拿出去就会变一个7 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如果是根号2的二次方乘以3 这怎么办呢?那这个就会变成这样 请看一下,两个2拿出去变一个2 好,那根号里面剩多少呢?就剩下3 所以这个话简出来叫做2根号3 那我们继续再看,如果是根号2的二次方乘以3乘以5呢? 那这等于多少?好,请看 两个2拿出去变一个2 你就在外面写一个2 那根号里面呢,就剩下一个3跟一个5 所以呢,你就会变成2根号15 好了,这是第二类型的题目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如果是说根号12 你要化减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短除法 短除法呢,请看一下 我们就把12呢,做直因数分解 那你看哦,用多少来除呢? 先用2 2,6,12 好,再用多少呢?再用2 2,3,6 也就是说呢,这个根号12呢 它可以变成根号2乘以2乘以3 那2乘以2 两个2拿到外面来就变一个2 那根号里面剩多少呢?就剩下3 所以呢,根号12化减 就会变成2 根号3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根号60 根号60化减等于多少呢? 我们把它也是一样 用短除法直因数分解 60现在要用多少除呢? 假设我们先用5来除 60除以5 5,15,5,20,12 好,再用这个2来除 262 好,再用 你说一定要照顺序吗? 不一定有小到大 反正只要找直数就可以了 236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根号60呢 它就会等于 根号5乘以2乘以2乘以3 就把旁边这一些呢 通通把它写进来 好,那记得 两个2,两个一样的 拿出来变一个 所以呢 它就外面就有一个2 根号里面呢 就剩下5乘以3 2根号5乘以3 那就是2根号15 好 这个方根的化解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这就会是ux表达这里 我们先讲到这里 的是2根号15 5乘以3 感谢观看